I do nothing about you I do nothing about you I will tell you all my love 大家好,我是Via 今天想跟大家来一起分享的就是 七夕约会的一个非常心机的妆容 就是一个比较清淡 但是又不会让你显得很没有体责的妆容 非常非常适合新手妹子 也非常非常适合不喜欢妆容很浓的一些妹子来画 那么因为我上次出过那个窄男妆嘛 很多人就说那个就是眼影什么的 就是太红了 就可能会被男生说 你是不是被人打了或者怎么样 就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 那么 二环掉了 那么如果说你是喜欢这种清淡类型的话 就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视频 因为今天的妆容真的很清淡 会突出嘴巴的部分 然后又会让你显得很有气色很有元气 也会让男生觉得你的妆非常的浓 就是很适合约会的一个妆容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妆是怎么画出来的话呢 就先跟我一起看下去吧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请多多给我留言弹幕收藏投币 然后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力 啊啊啊 那么就废话不多说了 一起来看这个妆是怎么画出来的吧 那么今天的美头呢 选了一款非常非常自然的 很小直径的一款美头 啊就是看起来 既会眼睛呢 你有那种bling bling bling亮亮的效果 但是又不会显得非常的假 然后甚至有些 就不会让它看出来我没有戴过美头 那隔离用到的还是 ZA的这一款隔离 用浸湿的海绵 这个海绵是直冲锈的海绵 然后把隔离拍开 因为我今天不出门 所以说我就不涂防晒了 然后如果你们要花这个妆之前呢 一定要先做好防晒 再然后呢 用到的是自身糖的心肌粉底液 之后呢 就是这样啦 那就是这个遮瑕 遮瑕还是得仙 因为七夕的话 肯定需要跟男生近距离接触 如果去约会的话 所以说我们脸上的瑕疵 还是要遮一遮 像我照片这样 不爱遮瑕的人呢 也是需要遮一遮的 还是用湿的这种海绵 然后用这种尖角来把它打 就是敷开 做好之后呢 就是这样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定装 定装还是用了坎妹的这一个香粉 我那天定装 我所把它的粉泡 掉在了马桶里 所以说我只能刷断定 现在呢 我们的底就全部都打完了 我们现在就来就来画眼影 然后呢 眼影呢今天因为是要画那种比较 比较日常 然后没有那么夸张的 没有那么浓重的妆呢 所以选择的眼影的颜色 也是这一盘比较粉嫩的颜色调 In it's free的这一盘 比较粉一些的色调 然后上眼的颜色都那么重 为什么要选这种 就是颜色没有那么重的呢 因为就是如果说呢 是新手如果控制不好它的量的话呢 很容易就是把眼妆给画到非常的 就是日常就出不了门那种 就是很脏 但是如果说你选这种比较浅一些的颜色呢 就会让你在这种日子里呢 既能美美的出门 然后也不会让人家觉得你的 就是会出现晕妆啊 或者是就是眼妆会比较脏的这种问题 就是这种节日呢 最好用保险一点的颜色会比较好 那么我们来选一把这个眼部的打底刷 先用这个米白色的颜色给眼睛眼皮打一个底 然后打好底之后呢 我们用这个比较粉的这个颜色 然后来在这个双眼皮的褶皱这里来画一个粉色 刚开始其实要贴着眼皮的那个睫毛根部去一层一层的往上画 那我选今天的这一盘呢 它不是哑光的 它是有点那种 呃就是 它是有点带微闪的 所以说 非常适合出去约会啊这种 会让你的眼睛非常的有声 那我们来选择这个深色 来给 继续来在眼皮中间来做一个加深 那这个棕色呢 我们取的量 稍微的少一点 看下画了的鼻子 画的就会稍微显得深 就是这种深色会让你的眼睛更深邃一些 那接下来呢 用一个这样的熨氧稍微来熨氧一下 把边缘来熨氧自然 之后呢 我们今天会用到一个 呃 腮红 然后当作眼影来做这个加深色 那么这个呢 是有一点 呃 偏姨妈子的一个腮红 那 我用它来来做这个眼尾的一个加深 让它稍微有一个层次的过渡就可以不要多 一定不要画重 然后再拿熨氧 把这个边缘给它熨氧开 虽然呢 这个眼睛非常的清淡 但是呢 你仔细看画与不画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我们拿出Kiss Me的这个眼线笔来画一下内眼线 今天呢就不画外眼线了 主要就是画内眼线 然后呢 因为画了眼线 所以说我们双眼皮这里还不够长 这周不够长 我们拿一个这样的斜角刷 然后呢 用刚刚的这个眼影里面深色的这个颜色 来补一下我们的双眼皮的线 最好这个眼睛画一条线就快了 OK 一眼了 然后稍微用指数把它稍微晕一下 这样就OK了 那我们呢 现在呢就画完了一边的眼妆 虽然说呢今天的眼妆非常的清淡 但是呢 你们还是能明显的看到两个眼睛的对比 那现在画完了两个眼睛了已经 然后就是 已经 这个眼妆看起来是比较的干净 有了这个眼妆呢 你就不会害怕 你就不会害怕的男生再告诉你说 你的眼睛是不是被打中了 嗯 然后这个眼妆还是比较干净的 那么画完眼妆之后呢 我就要加睫毛 睫毛呢 没有什么技巧了 然后就是 要把它加卷翘 然后刷睫毛的头 上下睫毛的头要刷 才会有那种放大眼睛的感觉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来画眉毛了 眉毛呢 今天会用到的是 比较自然的这种灰色的 自身堂的就叫眉毛 就是 今天会画那种比较 自然一点的一个品类吧 是不是 就是 眉毛呢 一样的 那你大概的 穿过去 Hurl 那么呢 现在我们自己打了底 然后呢 拿出我们的眉毛 来补一下眉毛 我来补一下眉毛 我来补一下眉毛 就好 我先用我们的眉毛 我们拿着刚刚的这把韵雅刷 再用美粉里面的这个比较甜的颜色来画一下鼻 然后呢用这个白色来当高光色 腮红还是用的是跟眼影配的这一块 但是我们今天的刷腮红的地方呢会有一些变化 因为平常的话我是会刷在这边 就是比较靠上 那么今天呢我会刷在眼底这里 像一个眼影扩散的这样 这样呢会显得你整个人非常的自然 而且会很可爱的颜色 那就来修容了 修容还是用的这一盘丝不来不等 然后呢我们今天的修容呢先用这一块粉色 来刷在这里 然后再用深色 我们今天的口红呢颜色选到的是 Canmake的09号色 如果你是一个就是比较喜欢清淡妆感的妹子 然后为了配合今天的这个妆容呢 我们的唇膏呢涂到这里其实就已经差不多了 那如果说我觉得涂到这里还是有一点纸可能不太够 在晚上会有一些比较更 比如说因为会啊什么这种场合比较昏暗的灯光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餐厅的灯光也比较昏暗的话呢 你可以就选择再补一只口红的颜色 这一只呢叫豆沙身影 然后再给它铺一就再来加一层颜色 那这就是补出完的一个效果了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拿出我们的中指 然后把我们的口红的边缘呢稍微来拍开一下 拍开之后呢我们再来补一层 这样呢会让你的嘴巴更会有立体感 而且会显得 我是觉得这样厚一点的嘴唇会比较显 更性感一点 那我们现在整体妆容就完成了 我们现在再把头发放下来就OK了 现在放下我们的头发然后戴上一个喜欢的耳环 这样呢就可以美美的出去约会啦 然后这个妆容你学会了吗 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妆容